宜兰县太平山翠峰湖区 清晨低温只有8度 虽然没有降到冰点 但出现了薄霜 木栈道和水域周边变成了银白世界 而气象站表示 只要水气充足 气温来到4度左右 在没有风的情况之下 就容易结霜 但是太阳升起之后 薄霜就会陆续融化 晚一步就看不到 也成为日出前的限定美景 宜兰县太平山翠峰湖区 大清早出现绝世美景 晶透薄霜覆盖绿地 蔓延到水边 仿佛电影冰雪奇缘主角 Elsa来过一样 大自然变魔法木栈道 也仿佛洒上糖粉 化作白地毯 在水一方还有云雾飘渺 搭配宁静氛围 简直是外桃源 太平山一带清晨低温8度 虽然还没有到冰点 但海拔1850公尺的翠峰湖区 一经结霜 呈现平地罕见的北国风情 结霜不应该到零度 大概在三四度 没有风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水气充足了 它就有结霜现象 气象站说 入冬之后 高山低温剩下各位树 而且夜晚持续下探 如果湿度够又没有风 结霜几率就高 但这番景象算是日出前限定 因为太阳公公露脸之后 结霜也跟着融化 稍纵即逝 民众得当早起的鸟儿 把握黄金时刻 才能一睹风采 记者李克宴一栏报导